大家好 我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前陣子學長去台東玩嘛 對不對 然後是因為我們受邀台東縣政府的一個新成立的品牌 叫做太平洋左岸台東咖啡的一個記者會 那學長也過去當一個沖煮的嘉賓 那這一次其實台東縣政府做這些台東的一個咖啡整合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尤其是他結合了一些在地文化 跟一些我們常見的老品牌老朋友合作 我真的覺得不錯的 那這次合作的器材有分三個 一個是哈劉 第二個是劍嘴藍 第三個是Tost 那我手上這一個就是跟哈劉合作的一個新的聯名濾杯 可以看到那底色這個藍色是傳統的一個特殊色叫做無須色 那它的顏色是以前傳統和服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可以看到藍色的蠻有神秘感 然後蠻深邃的蠻好看的 那金色的線條是跟一個台東的原名藝術家 叫做蕾樂丹八瓦瓦龍合作的 可以看到金色線條上面有很多南島民族的文化 譬如說有咖啡豆 有大自然還有一些人像 然後包括一些信仰部分的內涵在裡面 那學長覺得還是蠻好看的 那這一次呢 因為有跟三個不同的品牌濾杯做合作 同時間呢 這個太平洋左岸台東咖啡又希望說以冰咖啡作為一個品牌的一個特殊飲品 然後能夠讓旅客啊 或者說觀光客來到台東的時候可以享受大自然的可以享受海風 可以放鬆之外可以享受一杯好喝的冰咖啡 所以學長呢這次特別為了這個 這一次的聯名款濾杯設計了一個大份量的 02的可以做600cc的冰咖啡的一個示範 同時間呢學長會用 台東的小農叫做三角頂咖啡中原的咖啡豆呢 來為大家來做示範囉 然後咖啡豆呢 是用三角頂中偏淺的咖啡豆 然後40克 剛開始先把濾紙大的02濾紙先放好以後 好壓住 然後呢研磨度比平常呢細一點點 我今天用小富士的4.5 好 會覺得粉很多 那我們這一次採用的是後面加冰塊的方式 所以我們剛開始呢不用加冰塊 我們後面再加就好了 然後水溫呢也用90度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次的整個沖煮算蠻簡單的 那我們特殊的地方呢就是我們會 第一段的水呢會稍微的強勁一點點 好我們先做悶蒸 90度的水溫 然後呢 悶60到80cc的水 就是粉的兩倍 中間停留久一點 往外順 繞 再回 中間大概到80 OK 然後呢悶蒸時間我們大概抓50秒左右 因為台灣豆的特質呢 香氣的部分呢我會做稍微多一點 但不會非常多 所以大概做50秒左右就好 那酸質的部分呢我們可以稍微強化一點點 讓果酸 補一下台灣豆有些的豆質上面呢 它的果酸會比較偏弱一點點 也不一定要看什麼處理法 但這支豆稍微果酸偏弱一點 我們稍微把酸味做強一點點 OK 所以呢第二段我們給180cc 50秒的時候呢正中間 好先中水 讓空氣排出以後呢 然後我們就把水放大 這一段不要緊張 稍微中水偏大一點就好 給180cc 到240 好 OK好240 然後等它全部留完 然後不用擔心說它會不會 這個水這麼大會不會做冰咖啡會太淡 因為我們的粉量很多 我們有40cc的 我們有40克的粉量 所以實際上呢 它的流速並不會太快的 所以 因為是大粉量嘛 所以反而是你在沖冰咖啡的時候 是很容易沖出比較多的滋味 那等它全部留完的時候 我們還有160cc要沖 這160cc呢 我們就順順往外推 所以不要太大 做多一點的甜感 讓這個甜味比較綿長一點 好流完了 正中間給水以後呢 順順往外推 就順順繞圈啦 然後一直繞到最外圍 會看到我們的整個泡泡 金黃色的油脂呢 就會在這個部分 被大量的釋出 然後再往外繞 繞到400收 OK 這一段呢會呈現出一個小浸泡狀態 那小浸泡呢 就可以讓我後段的甜感 比較顯著 喝起來呢 的餘韻會比較吵 因為我們待會要加冰塊嘛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把整個濃度 要做到差不多 不要太淡了 好 全部留完的時間呢 大概是會在2分40秒左右 不要 如果2分鐘就太短了 大概2分半到3分鐘左右 是比較剛好的時間 好我們差不多留完 好 這樣子呢 我們前置作業就完成了 這第一個部分就完成了 然後呢 我們要來加冰塊了 那呢 學長可以建議大家 我們在台東就可以喝這個 比較悠閒的 用微杯來喝 好不好 然後呢 冰塊大約加120到150 120到150 好 我這樣大概是 一滿杯大概是130 兩個 都130cc OK 然後呢 就可以直接把我們的 沖好的咖啡呢 稍微均勻的 倒進兩杯之中 OK 剛剛好 然後呢 稍微攪拌一下 然後呢 你的冰咖啡就完成囉 然後用這種微杯來喝 是不是感覺起來特別的舒服 好 我們來稍微攪拌一下以後呢 我們來試喝一下 好 冰塊呢 基本上呢 會剩下一點點 因為我們的 龍水的比例算得滿剛好的 最近整體喝起來會冰冰的 但是呢又不會溶掉太多的水 很剛好 好 好 OK 濃度啊 酸質會稍微補正一點點 讓你的 因為我們使用台灣豆嘛 會讓酸質再高一點點 然後甜質滿綿長的 這樣子做 用02的 哈利歐的濾杯呢 來做冰咖啡就很好喝囉 OK 那我們就示範到這邊為止 那看完沖煮以後呢 各位是不是會覺得不錯 有機會的話可以去台東玩一下呢 同時這一次呢 太平洋佐安 台東咖啡呢 也有很多其他的相關的產品 譬如說除了這個濾杯 還有剛剛說的嘛 Tost跟劍水蘭的濾杯之外 也有這類型的 像掛耳包類型的產品 如果你 平常沒有沖煮的習慣 你可以考慮 喝喝看以後 覺得好喝的話 也可以來購買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沖煮攻略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不